吉隆坡新班底大道第14.9公里处 今早发生了一起夺命车祸 轿车起火燃烧 严重烧毁 造成一个人死一个人伤 这起意外发生在今天早上8点28分 吉隆坡消整局在接获投报后 立刻派出9名消防员 一辆消防车及一辆救护车 前往现场救援 虽然消防员第一时间扑灭火事 但应议司机被救出时 已经证实弃绝身亡 车内受轻伤的24岁乘客 则被送往马大医院接受治疗 警方将调查车祸赵因 及鉴定死者的身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